时间流逝我们可以看得见 但是身体的钙质流失 我们就未必感受得到 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去预防 就是进食衣补充剂 我需要你们的支持 请你按like、subscribe、钟仔 然后share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骨质疏松症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 到了患者感受到骨痛 或者因为轻微碰撞 跌倒或者扭伤而引致骨折 到时就已经太迟了 因为这个时候病情已经属于严重 无论如何骨落也无法回复正常健康的状态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骨落新层代謝的病症 患者的骨质密度减少 令到骨落结构变得脆弱 因而容易导致骨折 造成痛楚 或者引起其他病发症 减低患者的自我照顾能力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天然的现象 只要我们趁年轻的时候做好预防措施 加强骨落 防止骨落里面的矿物质流失 将来年纪大的时候 骨质疏松症的程度 就可以大大地减轻 改善我们的生活质素 另外我们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也可以有帮助 谁是高危一族呢 高危一族包括 长者、亭经后的女士、体型迁秀的人士、 家族有骨质疏松症的患者、 有不良嗜好的人士 例如吃烟喝酒 还有可能因为疾病 需要做化疗、电疗的人士 或者长期服用药物的人士 都有机会有骨质疏松症的危险 例如牛奶、乳酪、豆类製品 好像豆腐、豆漿那样 还有坚果、小鱼干、芝麻、绿色的蔬菜等 都可以从中吸收到钙质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吸收足够的份量的话 这样我们就需要吃钙片了 钙的种类其实不止一种 今次我就选了四种跟大家分享一下 碳酸钙在市面上是最普遍的补钙食品 很多的来源都来自珍珠、背壳或者骨头等等的摄取出来 碳酸钙的钙含量为40% 但是由于碳酸钙的特性是很难溶于在水里面 所以必须要透过胃酸溶解才能够被身体所吸收 所以到最后能够吸收的只有25% 因此建议使用碳酸钙的时候需要跟餐来吃 它的优点就是碳酸钙的价格比较低 碳酸钙是需要胃酸的帮助才能够分解出这个钙的离子 对于胃酸分泌较差 或者使用胃酸抑制剂的人士来说 就不适合食用了 哦 建议可以选择檸檬酸钙和海藻钙 因为它们不用跟餐吃 淋饭前吃也可以 基本上檸檬酸钙是经由化学合成而来的 檸檬酸钙的钙含量比较低为21% 但是不需要额外物质来溶解就已经能够吸收了 所以它的吸收率为35% 海藻钙吸收率为40% 算是非常之高 海藻钙是全天然的来源 对于做食者来说可以安心食用 海藻钙和柠檬酸钙都是不需要跟餐吃 也可以淋饭前吃也可以 牛奶钙又称为乳青钙 乳青钙是牛奶中天然存在的钙 乳青钙是乳青无基盐的浓缩物 是营养价值很好的无基盐的来源 而且容易消化被吸收 是直接存在在奶品中的 纯天然活性高乳蛋白钙 奶多味的钙片有什么好处呢 由于钙的吸收需要胃酸的帮助 饭后2小时服用是最好的 柠檬酸钙和海藻钙的吸收 是不需要胃酸的帮助 所以不受这个限制 长度吸收钙是很缓慢的 所以一次过补充太多 反而没用 亦都会造成胃气障 便秘增加结石的风险 而奶多味的钙片 就没有这些副作用了 它除了有三种不同的钙质之外 还有其他维他命去辅助 令到这款奶多味的钙片 发挥更大和更完整的作用 维他命D是负责运输钙质的 它可以帮助腸胃 将钙质吸收到血液当中 并且帮助钙质运输到骨骂那里 维他命D不足的情况之下 钙质吸收率会大幅下降 因此选用含有 维他命D的钙质补充剂 可以试半功倍 当钙质进入人体 是需要其他营养素 才能够转换成骨质 这样 钙质吸收转换成骨质 钙质最重点的营养素 是有两个 包括维他命D和维他命K 维他命D可以出进小长壁的吸收钙质 进入这个血液当中 但是血液的钙质要变成骨质 就需要维他命K了 维他命K可以帮助骨质的密度和强度 尾除了可以帮助吸收钙质 预防骨质疏松 也可以令到肌肉放松 减缓抽搐 稳定神经 舒缓焦泪忧屈 心血管疾病风险 和改善失眠的状况等等 同是所有生物所需要的 微量腺食抗物质 人体缺乏酮 就会引起贫血 无法以上 骨落和动物以上 以致脑障碍 在人体当中 和主要分布在肝脏 肌肉和骨落当中 尾钙和蚌结合起来 可以优化骨落的结构 提高肌肉的功能 并且吸于肌肉一定的放松 还可以保持牙齿的健康 艾多味钙片一瓶里面有180粒 他建议你每日吃3粒 即是两个月的份量 钙片的size不大 所以很容易吞食 其实吃钙片 你不会即时感受到些什么 但是当有起事上来的时候 才去补救 这样实在太迟了 所以我们要在身体健康的时候 进行补充 希望以上的资讯 能够帮助到你一个强健的骨落 好了时间又差不多了 假如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点赞、订阅、钟仔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下次再见 如果你们想加入我的团队 请透过Facebook 或者Instagram 联络我